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降到只剩下3.5亿 好 这是今天第一个新闻 第二个新闻更有趣了 来 我们来看下一个新闻 今天跟房地产有关的第二个新闻是 有一个人呢 他在北市东区有一个权撞 那个权撞小到多小呢 他说那个土地比A4的只还小 他就说有没有人要跟我以物易物 我想让我的权撞 我这个比A4还小的土地呢 A4还小的土地呢 跟你交换 大家就说啊 比A4还小的土地我要干嘛呢 所以蛮有趣的今天 这个就叫做惨对不对 惨啊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这故事有没有惨 第一个 他在2011年买的 当时买多少钱 2.71亿 他现在要卖多少钱 3.5亿 对 他之前要卖3.9 对不对 他现在要卖3.9 但他现在下修只卖3.5 所以下修了4千万求售 所以就很惨对不对 你觉得他赚多少钱 2.7的成本 3.5 8千万 好惨我才赚8千万 可是还没卖掉啊 所以嘛 这件事情你能说他赔了吗 不能这样讲 因为真正对有钱人来说 但是这代表他对房地产景气不看好 不能这样讲 为什么 因为这老了 地宝耶 地宝 2005年交屋 现在目前屋灵仪14年 再过15年 他就可以都庚了 对不对 讲到这边来 都庚 都庚以后不知道地宝要涨景楼 我的意思说 真正有钱人 他其实换手的东西换很多 他已经玩新的嘛 你自己讲你要买 你景气从这个讯息当中 不太能够这样讲 很难看对 他景气好 而且重点是他这个也没有出租 也没有装潢 他也没有自己住过 所以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筹码 他就把现金变回来 他可能到信仪计划区 可能到大安森林公园旁边 再买一个新的 重点是我比较好奇的是 如果要卖豪宅 你怎么会放在一般的网路上卖的 应该找个top sales很低调的帮你卖嘛 他翻到五九一交易网 对 所以这个如果讯息是真的话 我当然是存疑了 我怀疑这个新闻背后的实际上的状况 但如果这样做 我也不太认为会这样做 所以这不是新闻 这不是新闻 对 好 我们来看下个 下个 那这个呢 这个有没有比较有趣 我要跟你看 你知道他这个权状很小 对不对 一共多少呢 五百七十六分之一 比A4还小 对不对 其实这个有没有很厉害 我告诉你没有 阿关 你知道吗 我们以前不是在谈房地产 台北市最贵在哪里 在忠孝复兴站旁边的包子店 旁边有个麒麟地 你有没有印象 有印象 有多大 这么大 这么大卖多少钱 八百八十八万 你现在就这个包子这么大 来 站一下嘛 站一下 不要跟你站那么近了 好 大家不是很熟 这么大的地卖八百八十八万 还没有一瓶 一瓶还很大 好不好 就这样 八百八十八 好 那现在这个概念呢 那你要买这个地干嘛呢 就因为站在这里啊 不是 它是麒麟地 所以你如果建商你要开发 你每一只块地不行 要开发 都得要靠它 那如果你是地主你要不要卖 你当然是卖很贵啊 你这八百八十万什么概念 你都挖下去有石油的你知道吗 想太多假的 所以建商要开发就差那一块就不能开发 我就非吃嘛 那你是不是你会便宜卖我 那这个没办法占 这个就是今天这位这位大哥 他说他的这个面积就只有这么大 那就只能我占 你占上来 对 我不能占 七百一十一万除以算下来之后 这块地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三块 一万两千三百四十三块 它要干嘛呢 不能干嘛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倒觉得他不如留着 不 你留着干嘛 因为这样如果开发的话 你想太多 五百七十六个人盖完章 才能处理这块地 那如果建商要开发也得去盖章啊 你光是盖五百七十六个章 就不止七百一十一万了 好 这件事我要问的就是 观众朋友可能会说 说整个报告有什么关系 观众朋友 你知不知道房地产有一种 机灵地投资数 有人专门就在买这种土地 是啊 有嘛 有啊 尤其现在都跟汉围绕很多嘛 是 所以我们要问 你觉得这有没有投资获利空间 在买机灵地 现在有人专门 这不用花很多钱 你想想看 我要给他赌了嘛 就一万多块嘛 不要说什么两万块你卖给我 我就跟他拼啊 我跟他赌啊 同样的问题 如果是说你买的 你要搞清楚几分之一这个很重要 你可以休了个变啊 当买乐透啊 将来如果真的开发那不得了啊 我祝福你好不好 但我说真的 这种超过五百多分之一的 我看就算了 你八字没那么重 那如果说是什么几分之几的 还有机会 比如说我们两个人买 那也许就两三瓶 所以机灵地到底能不能投资呢 要挑准 因为那个是博士般的房地产投资 那要很准 今天还有一个新闻 我们要来解解 这也是房地产的新闻 在高雄呢 非常老了的鸡仔路上面 有一家店面要卖了 这家店面据说在当地呢 可以说是赫赫有名的 高档日本料理 竟然闲置了十一年卖不掉 那又怎么回事呢 那个地方很厉害 那个地方叫美丽岛站 美丽岛站 关于我们讲 那又代表什么呢 就代表美丽岛站 捷运通车的时候 我当时写过一封对联 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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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對 因為高雄人 我跟你講 這個最大的問題在哪裡 你覺得六合夜市很好對不對 問題 人家觀光客到六合夜市 是直接摩托車騎到六合夜市口 遊覽車停在六合夜市口 沒有人在走路的啦 沒有人在走路 所以它跟商圈連結性 對台北的熊來說 300公尺 很棒啊 對高雄人來說很橫的 你知道 那這個問題 它開一瓶多少錢 230萬 我們剛剛看那個880萬 230萬不算貴 高雄目前最貴的土地價格 歷史添加是306萬 那是在美術館那邊的豪宅 那230萬賣不掉 其實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商圈型態的問題 你看東區的店面 是不是也是這樣 那已經不是價錢問題了 那已經變成 你有沒有新的生機給它 好 所以這家日本料理店 就在這裡 對 很厲害的地方 現在有得吃嗎 沒有啦 沒了 人家已經停了 你會不會再給你 我跟別人說 我會不會再給你 那些人說 你不要再給你 我會不會再給你 快點 這個人說 你感到快點 有些人說 我會不會再給你 你再給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